中国四川大巴山南路广安神龙山八人石头城 广安神龙山八人石头城的泥峰城始建于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 是八人为抵挡蜀国与秦国 保护当时八人国都江州现在的重庆 因三世突出险要 完原玉飞成龙藤状而得名神龙山 神龙山为通往秦属的要道 东子精确南北五都 西连蜀汉北望三秦 是八国重要门户 西元前三百一十六年被秦所灭 这座建筑是天象阁 石头城大门景观 可观察到 用石头在石头上建城堡 有东方克罗伊的美称 名副其实的石头城 有东方克罗伊的美称 由数万块 数以钝记的石条建构 雄伟风貌 钢磁的线条 是中国仅有的八人文化移属 龙门关入口 龙门关树立在高耸市龙头的巨石之上 势必垂齿 只有此一天梯直上 形势显耀 一手蓝弓在尼封城防御体系中 既为前哨又为前方 整体是以调食器程 极高极险极长 十分转观 由龙门关顶楼视野辽阔 观下所有景致一目了然 两千年前这里所见 应该是一片原始森林 平原山丘及村落 龙门关顶楼内部结构 四面石墙都有防御性窗口 居高临下可以完全观察到城堡外一切状况 走出城楼 居石顶有一小院子及将军房 这里有许多两千年前的古迹 大多是用石头打造而成 线条粗犷豪迈 显示出当年八人的勇猛性格 由城楼走出发现 城墙与城楼相接 城墙上每一座城楼都有不同的造型 都是石头堆砌而成 可见那时的石头工法十分了得 厚重的文化韵笛 宏大的建设规模 精湛的建造工艺 是中国园林精品 整座石头城 因形状向离形 得名泥峰寨或蛇龙山 因广安地结人林 对小平诞生于此 当地人民更名为神龙山 这座土中湖在城内 湖边有座八王石 沿着城墙走向龙台 沿着城墙走向龙台 前面就是龙台 由龙台远眺刚走过的龙门关 这是天象阁面向土洲湖 这是天象阁面向土洲湖 年代已久 有的毁坏互相连接 八人祭坛 两千年前的八祖龙根 雕刻祭市以求绵延子孙 八人石头城内的龙泽市 散步在外围的城楼 散步在外围的城楼 又见一座雄伟的城楼 又见一座雄伟的城楼 八国门户 天梯之上一手南宫 天梯顶有一座大佛 大佛安详回校看天下 选近的城楼楼顶 选近的城楼楼顶 整座关楼都是用条石堆砌而成 十条修成的寥望台 两千年前兵器的石雕 排水的龙头口 石头打造 城楼入口 龙头的石雕都是两千年前的古迹 八人八大网餐宴 分别有龙头白碗 龙门真杏轴 八人灌汤堤 门户烧肉 八丰树粉蒸 家乡滑肉片 揉成仙姑婆 八碗豆会辣度 是八人特色餐宴 我们的晚餐 谢谢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